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韩国的大街上 一眼就分辨出来 哪个是韩国人 哪个是中国人 有的人说 韩国人的服装搭配非黑即白 也有的人说 他们大冬天也会穿拖鞋上街 但从这两点 就可以分辨出来 走在大街上的肯定是韩国人 但是这么辨别有点太过于笼统 首先 韩国人的穿衣风格 基本上都是这样极简的简约缝 色系单一 很少会在他们的衣服上 看见花里胡哨的卡通图案 其次呢 大家看看走在大街上的这些韩国人 他们的鞋大部分都是一双小白鞋 再加上一双小白袜 这里要说的是 韩国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非常喜欢穿小白袜 也不知道好不好奇 我认识的一个韩国妹子 光是白袜子就有200多双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大部分的韩国年轻人 身上无论是背的包包 还是穿的鞋子 基本上都是小众品牌 价格也不会太贵 奢侈品在年轻人的身上 并不会经常出现 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年轻人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非常好辨别 最后再看看韩国男生的发型 这一点我认为应该是辨识度最高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去的 同一家理发店 就发现很多韩国男生的发型 基本上都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么认为呢